現在記得所在的位置是在韓國的首爾 那麼現在是沙丘第二部的這個紅毯的現場 就正在首爾舉行 那麼這裡是時代廣場 其實這裡是一個商場 但是在這裡進行一個簡單的紅毯活動 其實紅毯是短短一小段 但是三位明星 Timmy Solomon還有Zandria 以及Austin Butler 是足足走了一小時之久 心事磅礡 現場充斥各種粉絲的尖叫聲 電影沙丘第二部曲 二十二號晚間主演們來到韓國首爾現代百貨 舉行亞洲首映會 兩千名粉絲擠爆商場 尤其是甜茶提摩西夏樂梅出現在群眾眼中 大家的尖叫聲就快把他淹沒 他貼心送上簽名 還幫粉絲一起合照 男的女的都重粉無極限 看起來心情特別好 而Zandria則是身穿紅色套裝裙現身 狀態看起來也相當不錯 奧斯汀巴特勒也出席 對簽名要求來者不拒 主創文站上台一字排開 這真的很漂亮 你們全都很漂亮 謝謝你們的熱情 謝謝你們的熱情 你們的健康 我們都很幸運 今天來這裡和你們 謝謝 謝謝 而不光是台下聚集的粉絲和各國媒體 台灣有不少網紅受邀前往 大家好我是垃圾文界的一位美少年 OK 你今天顯然辦的是 我今天辦的是沙丘的整個核心 沙蟲 上次頻道反正我很閒的鐘家波 還有垃圾文界的一位美少年 網紅水兒和張毅 通通扮成沙丘裡的角色盛裝出席 讓沙丘2的紅毯現場 台上台下通通充滿亮點 TVBS新聞劉易賢 魯洪昌的日文 韓國蔡有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